国内境外移入病例逐渐的增加 瑞税一乡农会防疫提高警觉 特别在结合了在地的青农 推动幸福农村计划 规划茶树精油 消毒清洁液DIY的课程 吸引了50多位家政班的姐妹们参加 班员表示能多一份防备 也就多一份安心 用萃取的茶树精油 就以比例加水再搅拌 经营生态农场的青农温停顺 自备茶树等天然材料 教导家政班姐妹们DIY制作茶树精油 消毒清洁液带领大家共同来防疫 我们农场是有机农场 其实这个存入是我们来做防制制裁用的 因为存入它有抗菌效果 它也可以喷洒在我们的农田里面 它对植株的话也有抗菌效果 那我们农场有提论像 第一个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澳洲茶树存入 所以说我们就拿这种天然之材 人之乡农会有鉴于 近日国内境外移入病例有增加的趋势 对于防疫工作也不敢马虎 推动幸福农村计划时 就结合在地青农来DIY体验 50多位报名参加的嘉政班姐妹们表示 能多一份准备也就能多一份的安心 会农会对我们真的是太好了 给我们这个上课的那个资讯啊什么那些 我们是我们这些我们来给我们学习 我们真的很喜欢 我们使用的这个都是自然的材料 老师讲的它的这个农产 就是有进无足的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现在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上来自己 我们自己种的东西 自己吃是最安全的 在这农亡之余啊 我可以利用採蚊蛋 做蚊蛋的控榨之余来学习嘉政 一些的事物 还有很多姐妹教我很多东西 以前在美国的生活都是 好忙碌好忙碌 没有休息的时间 现在非常开心 可以学习一些汤润啊手工力挺 嘉政班姐妹们手巧又灵活 很快就制作完成 农会嘉政班指导员郑英玄说 当初串联青农规划这一堂研习课程 用最天然的素材来制作防菌消毒液 既环保又不伤身 在疫情未退的情况下 一起做好自身的防疫 农会本来就一直以来都有在辅导青农 而且刚好青农刚好做的东西都是属于那种天然的素材嘛 那刚好因为现在疫情的问题嘛 所以因为精油有抗菌的功能 所以就开给妈妈们开这个课 然后刚好可以符合就是抗菌啊 还有那个杀菌的效果 除了茶树精油消毒清洁液的DIY课程 指导员郑英玄进一步指出 未来还有规划五到六堂不同的延续课程 也欢迎农村姐妹们踊跃报名参加 共同建构一个安全又幸福的农村 幸福农村好幸福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